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在夏季是三角梅生长旺盛期 我们可以大水大肥的养先把它给养旺 但是进入三伏天 特别是有些地区温度高于35度以上 这个三角梅它的生长也会因为高温而受到一定的抑制 所以我们养护了要适当的做上减法才行 首先就是要减肥 因为高温35度生长受到抑制 这个时候对肥的需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减减肥 用肥不需要过多 可能之前大家用的是一些无机肥 那么建议大家稀释的浓度最好就是再翻一翻 也可以直接用这种有机肥比较温和的肥料 然后我们用的量次数可以适当的减少 或者是我们用这种芝麻饼肥 自己发酵腐熟做成肥水 然后稀释的浓度适当的偏低一点 也可以有效促进它的生长 又不容易产生肥害 第二个减就是要减少水分 因为现在温度高 如果我们浇水过多 水分在中午高温的时候 如果它蒸发不掉的话 很容易造成盆土温度过高容易出现闷根的情况 浇水我们最好就等盆土已经完全干透了 我们再来给它浇水 而且一定要避开中午高温 最好就是选择在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浇水 最后就是光照 其他时间我们可以给它充足的光照 但是在中午高温光照最强的时候 还是可以给它适当的遮遮阴 三伏天养三角煤 我们做好减法 那么它才能够顺利的跃下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